哈喽大家好,我是李朝叔叔,显良玩音乐 上一个影片我鼓励大家在我的和弦进行之下 即兴地哼出一些歌来,比如说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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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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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那如果你看过我其他影片的话,你可能知道 我有分享过蛮多 大概十几二十个影片 是关于讲写歌的 你可以搜理查叔叔 空一个写歌 理查叔叔的理查两个字 要打对 不要打错了 要不然就搜不到 但是如果你看了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我的方法比较妥 因为我不会六线谱 我也不会写谱子 我的思路是 先有和弦进行 然后有歌词 或者是啦啦啦 然后在这个和弦进行下 即兴地哼出一些旋律 然后慢慢地归纳总结 慢慢慢慢 让它慢慢地成型 我很多歌都这样写出来的 但它还是有些属性 因为我是理工男 所以我特别喜欢分析属性 属性什么呢 比如说它的结构 你可以很工整 这是属于比较工整 那什么叫不工整的呢 就是说有一些歌 你不能从头到尾都不工整 那就难度太大 比如说像李宗盛 那个山丘或者是给自己的歌 它就是比较不工整 这个很难说 因为它也是相对的 当然你也可以更不工整 那工整的什么 比如说像斑马 它都是很工整的歌词 它都是很工整的歌词 但是像莉莉安 宋东宇的另外一首歌 它的A段就不工整 所以我那首歌的A段常常唱不好 因为我不知道它断在哪里 但是这首歌到了B段的时候 就变得非常工整 就变得很工整 所以你在急性哼的时候 你心里就要想 你这首歌是要从头工整到尾 还是从头不工整到尾 还是A段工整 而B段不工整 或者是反过来 这是第一个 好 再来就是 你要想一下 你这首歌 它要多跳 跳痛 就是跳出去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很跳的歌 它会有特色 但是它不容易被传唱 而听起来很 很单纯的歌 却很容易被传唱 比如说什么 你说我相遇 琢磨不定 就觉得它很 它从头到尾都是很工整 而且很不跳出去 那有些歌是很跳出去 像什么呢 我这里暂时举不出力 比如像苏打绿的有些歌 当然苏打绿没有这首歌 是我乱编 就是因为我十几年前写歌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蛮着迷苏打绿 所以我就会用一些很怪的和弦 去创造一些很跳出去的旋律 那果不其然 这些歌都不容易被传唱 连我自己都传唱不了 我自己就忘记了 因为它太不稳定 所以你在创作一些歌的时候 你就要想 第一个是你的结构的公整度 从从公整到尾还是有分段落 再来就是整体的旋律 是容易传唱的朗朗上口型呢 耳熟蓝翔那种 或者是 它有些地方很跳 跳出来它可能是 但跳的话也不要从头跳到尾 它可能是某一个地方很跳 比如说像 我一时间举不出例子 就是说有些歌它其实 就是某些地方跳 比如说 这首歌是什么 小幸运 对对对 就是说 这首歌从头到尾还蛮正常 但是某一个和弦 它会跳出去 变成一个 离调和弦 比如说 C调的歌里面 怎么会有一个 D和弦呢 没有为什么 它就是忽然来 或者说像卡农和弦进行 C G A minor E minor F C 这时候应该是D minor 对不对 这道G 如果你把这个D minor 改成D呢 它也会有点跳出去 比如说 忽然想不出 还是卡农 好 这时候你把D minor 改成D 就是你某一个和弦 把它跳出去 就会变得比较奇怪 或者是像 我们常讲到的 45 36 45 1 是什么 比样的那个海过天空 这里面是个6 6是个6 minor 如果你把它变成 大的6呢 这就是偶尔有一个 离调的和弦 它就会变成 有没有觉得 比样忽然变成孙燕之了 原来我在一心 不对风中 爱自有 耶 这种偶尔为之 不能从而跳到尾 要不然会很乖 好 这个影片 讲的比较乱 但是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有什么 想要继续探讨的话 可以找我 或者是你自己收李小叔叔 空音格写歌 或者收李小叔叔 简易八歌学和弦 或者收李小叔叔 学和弦小约理 或者你就想办法 直接找到我跟我交流 你也可以用各种方法 支持我 比如说帮我按赞 帮我转发 帮我留言 或者是跟我买这一把 这把不卖 跟我买别的吉他 好 就这样 拜拜